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又是熟悉的声音,来自你的好朋友东北先生,这里是VR Come To午夜录像厅,假如垃圾桶也有情绪,在人们一次次向他毫无保留的清道垃圾时,我想他们的潜台词99%会是,我真的是受够了,为什么我生而为垃圾桶,为什么我要容纳他们生产的垃圾,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,人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垃圾桶,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就要结合我今天推荐的这部动画短片《受够了》来说,当你排队取钱的时候,想闻美女香味就凑近闻,当你身边坐着一个人不想再与之说话的人,直接就跳车逃跑,当你受不了漫长无聊的会议,直接就当场发飙,当你受不了公交车上大声说话打电话的人时,可以给他一把扔,当你在办公室办公电脑太卡,想要崩溃的摔了他,看见大胡子就想点燃,听见婴儿哭闹就心烦, 面对客人的无理取闹,还有情侣对单身狗的暴击,让每个人都受够了,从上面那个例子可以看出,我们在垃圾桶装满之后,需要及时的处理发泄,如果没有,则可能堆积恶臭,使自己整个人变得像垃圾桶一样,负面,消极,无人接近。 我们不能一味的自私自利,什么事情都只顾自己,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人,都是各种难得的缘分呢,在和他们接触的时候,多多少少考虑一下他们,或许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过失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啊,拜拜。